这把妖刀绝对是老司机策划做的武器 拔刀就要先脱下一层衣服 打完一套后 玉姐竟然变成了萝莉 随着宫会战结束 游戏已经开启了第四阶段 属在门口BOSS是个四手高达 风直接变成四手一型魔龙对敌 又配合幻影世界分身 战力瞬间成四 BOSS 你死得好惨啊 扔令过后 众人进入第四层樱花宫殿 大家都为这美景所吸引 他们决定分头设计情报 莎莉没走多远 就遭到弗雷德利卡的偷袭 他虽然屡战屡败 但还是不死心 一有机会就想打败莎莉 莎莉一点都不虚 随时乐意接受对方挑战 随即两人进入决斗场 弗雷德利卡 七手不断设置障碍空场 莎莉使出刺客步伐 轻松闪避 但这也在弗雷德利卡的预判之内 他损好位置释放多重尸弹 一通连招后 接上大眼弹攻击 最终还是莎莎莉取胜 弗雷德利卡表示 下次还会再来 然后气呼呼地离开了 但莎莉其实也是险胜 原来他是用了新技能 金铲脱鞘 每天可以抵消一次致死伤害 这让莎莉想要把闪避技巧练得更强 因为他只把强大的风 视为能击败自己的对手 此时风还在调查世界 他看到了鬼鬼祟祟的密衣 一路跟踪过去 只见密衣变装溜进了一间房子 难道这游戏还有那种特殊场合 初一好奇 风也跟了进去 不料这里是一所猫咖 密衣正沉迷鹿猫完全没有差距到风 等他发现时气氛一度尴尬 鹿猫一时爽 一只鹿猫一只爽 风也加入进来 这也算是监视到了密衣的真实面目 两人就这样成为了好朋友 就在他们离开时 碰到了炎帝治国的会员 密衣瞬间便会高冷欲见形象 并表示刚才在跟风交流工作 风也说 对我们就是在交流工作 霞这边则在杀副本专前 他和传说中的妖刀展开一场大战 双方击出决胜一招 最终霞收服了妖刀 拿到新装备 他赶紧去找了只怪物练手 然而一把刀就脱了上半身的衣服 瞎顶着羞耻放出十字枕 然后释放无限剑制 把怪物抓成刺猬 这攻击力确实可观 然而 副作用却是返劳还童 这策划绝对是个萝莉控 随后就是圣诞节活动 他们要在规定的区域内设计素材和活动道具 大家被随机传送到了不同区域 风一睁眼就被一群树精团团包围 他直接开大变成机械神 释放毒龙捕食者进行火力压制 一番激战后 风变成魔龙形态 正好遇上刷野的配音 两人一拍即合 决定组队刷野 这简直是绿布配吃兔无敌了 打怪都不用动手的 这时两人来到一处风潮 随后被一群毒风包围 空中战可是配音的绝活 他一跃而上开始乱杀 眼花缭乱的速度都给风看傻了 风寻思也不能干看着呀 就打算清理地面的毒风 结果一不小心尾巴甩到了风潮 被蜂蜜瞬间粘住无法动弹 配音见状无形恋战直接开大 发射流星雨瞬间清场 随后管底包子风王登场 然而配音稳如老狗 以发圣剑将其秒杀 莎莉这边解决掉大蜘蛛 获得操控蛛丝的新技能 霞则是又变成了小萝莉 这副模样正好被新恩撞见 他立马抽出腰刀威胁对方 要求当作没看见 缺不料 活动结束后 大家聚在一起庆祝圣诞节 他们同时开启活动奖品 结果同时换上圣诞老人装 只有欧皇风开出了彩蛋 换上一身迅怒套装 即从圣诞节的活动结束后 游戏开启了第五层 众人团战关抵boss九尾狐 莎莉在九尾胯下辗转腾挪 直接砍断一条腿 揍紧跟着放出麻痹炸弹 控住boss 不料boss还能反击 情急之下 霞只能在众人面前使出妖刀 先是一套幻影剑舞 又接一招无限剑制 最后姐妹花使出双重大锤收尾 诶 等等 团战是不是少了一个人 哦 对 风因为正感冒 正在家里躺着呢 等他病好之后立即上线 然而大家都已经下线了 风只能自己去探索了 然而他并没有摸到第五层的入口 而是来到了第四层的隐藏副本 面对这个獠牙老者 风还以为他是通往第五层的boss 于是他直接变身机械神营敌 然而他的弓炮竟被对方单手接下 龟派气功也打不穿对方的护甲 风又召唤出毒龙 但毒龙也被一拳秒杀 风只好去跟对方肉搏 然而这个老者的刀竟然自带破甲 眼看风就要被击败 情急之下他只能自爆 凭着自己是大肉站到了最后 老者被打败后请风到屋里干饭 并告诉他以后可以来这里挑战 风一看自己有个新技能白鬼夜行 这才意识到这不是通往第五层的入口 出来以后 风一到了带萌新场关的弗雷德利卡 他决定跟这些萌新一起挑战九尾狐 风给他们加了天使庇护 这几个人直接A了过去 然而却未能破甲 哎 结果还是要风亲自出手 他发动白鬼夜行 好家伙一群死灵兵团一拥而上 硬是靠群殴抡死了可怜的绝尾 随后风进入第五层云中城 正好遇上被雷电怪打败的两姐妹 风说走咱们一起干的 然后给两人加上超级防护 两姐妹冲上去 一锤就把雷电怪秒杀 随后风又获得了新技能天王宝座 坐着就能自动回血 再加上飞天王吧 实在太帅了 这时大家接到公告 原来下周就要开启第六层了 这次工会全员都在 带着boss神母就是一通乱打 虽然随着阶层上升 怪物的血量也变强了 但沙莉却非常自信 沙莉秒怂 因为第六层正是他最怕的恐怖地带 把沙莉吓得直接离线 他还让风开放第七层后再来喊他 不过下一刻他就改变了想法 因为第六层有敏捷专用的强化道具 于是他便和风一起前往道具关卡 风是一点都不怕 直接变神机械神 把怪物全部轰成碎炸 果然一切恐惧源于火力不足 然而下一秒 两人就被传送分开 一双鬼手差点把沙莉吓死 想强行下陷也吓不了 只能和一群妖怪疯狂赛跑 就在他要被抓住时 风直接变成异形魔龙迎敌 结果沙莉更害怕了 没有办法 风只好开启天王宝座 这下妖魔鬼怪都紧不来了 就在两人考虑 还要不要继续探索 怪物的仇恨却被突然引走 原来是之前的萌新也闯进来了 趁他们拉怪的时候 沙莉切记扛着风拼命逃走 出去以后倒是给了沙莉一个新技能 效果是 概率让道具效果翻倍 这天 风自己在第六层开始探索 他碰到了一对幽灵姐妹 风的移速太慢 根本追不上他俩 还掉到了满是史莱姆的陷阱里 风使出念动力 把史莱姆变成套章 随后瞬间用毒液将二鬼干掉 就这样 他得到了第六层的宝物 然而 这骚操作 愣是给游戏卡出了bug 策划都无语了 风回去后 换上一身新装扮 又把道具送给了沙莉 然而 沙莉出门一用 立刻就把道具原物奉还 原来 这道具效果是 召唤两只鬼手 平日怕鬼的沙莉 肯定不敢碰啊 之后 蜜蜜邀请风一起刷野 她想打败鬼火 获得强化火焰的技能 风很清楚对方请自己的目的 直接开启天使庇护 和天王宝座拉满防御 在风的保护下 蜜蜜直接开大 念了一大串咒语之后 真不知蜜蜜蜜和隔壁的会会是什么关系 完成任务后 风和蜜蜜骑着飞天王八离开 随后就来到第七次活动 这次的机制是 自选难度副本 然后队友随机匹配 不同的难度获得的奖励也不同 风和沙莉都选了最难 这俩人果然匹配到了一起 他们被传到一座高塔面前 打开门后 第一层看着跟普通迷宫没什么区别 不过风极其谨慎 直接开启天使庇护 然后又套上一层羊毛漂浮 一伤小怪就是直接套具干掉 这属实是把移动炮台完明白了 随后两人遇到Boss大龙 沙莉立刻让风做掩护 结果风的光炮全被巨龙反弹开了 沙莉发现了大龙的弱点 因为大龙吐息时 外部攻击都会被弹开 所以他的弱点应该在嘴里 于是沙莉便让风攻击他的嘴 风听后直接钻入大龙口中 然后堆在肚子里来了一发光炮 巨龙当场暴体而亡 两人顺利通关 随后来到第二层图书馆 地面冒起紫光 风立马变身机械神 无数纸张在空中汇聚成一本魔术 风的光炮瞬间被他吸收 随后魔术放出锁链把风绑住 硬是夺走了机械神的技能 多亏沙莉跑得快才避开一截 风打开面板一看 自己一堆技能都被对方给抢了 现在好用的就只剩下一个嘲讽技能 然后就是风负责嘲讽拉怪 沙莉来输出伤害 两人完美配合 顺利解决了boss 10号风的技能也都回来了 他们又来到第三关 这关的boss是熔岩巨人 压迫感极强 沙莉释放冰柱 还有一堆水系法术 结果一点用处都没有 熔岩巨人随后竟然切换了形态 直接化身冰巨人将二人冻住 情急之下 风直接变身一行魔龙 对着冰巨人就是一口 鸡肉味嘎嘣脆 然后到第四层就更放飞自我了 直接坐在boss的杯上享受起来 坐腻了以后 一套输出将其干掉 策划心想 这俩货真的不是人了 此时 侠那边已经闯到了第五层 他们一众吻扎吻打 齐心协力把妖魔鬼怪都给清了 事后大家担心起了沙莉 因为这一层的怪全是他害怕的类型 然而在风的巨龙形态下 这些可怜的鬼怪完全是被蹂躏 他一路横推通关 至于沙莉在哪儿 策划队子是无力吐槽 直接换台去看培音的队伍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他们是要输出有输出 要法师有法师 以众人齐心协力通关 这看起来才像是正经打游戏的 再来是蜜依的队伍 他们配合的也很到位 蜜依上前输出 奶妈在身后不断加buff 靠着完美配合 他们也到了后期关卡 就这样 比赛进入到了白热化局面 众人都是八线过海各显神通 最后抵达了boss房间 风和沙莉直面神圣骑士 这骑士力大无穷 一招就把风给击飞 沙莉被迫迎敌 但他也是被压着打 风上前阻挡攻击后 直接变身机械神 一发光炮过去 然而骑士却出现在他的身后 直接三连针伤斩 把风抗回原样 沙莉直接用蛛丝把风带回 随之开启第二回合 风开始天使模式 加神座上满buff 沙莉全力丢出控制技能 牵制骑士的行动 不料这骑士的抗性也是极高 反手就给沙莉一刀 幸亏这只是一个影分身 本体则在背后偷袭 骑士使出猎地斩也被沙莉躲过 就在沙莉上前拼刀时 风一个冻结将其控住 骑士愤怒不已 也用起了法术 风想要变身异性魔龙对敌 不料却被一招岩暴阵打回原形 无可奈何 风只能对其使用自暴攻击 然而 这骑士竟然强盗 吃下自暴还能活着 就在他再度施展岩暴阵的时候 沙莉迅速将风救起 然后 借着可以免疫一次死亡的技能 冲入火海 趁着骑士的后摇时间 将其秒掉 随后在风即将衰落之际 沙莉完美地将其接住 难有力爆表 活动结束后 沙莉选择控水术 风就不必说了 果断选了加强防御的不坏之盾 随后 大风数全体来到了第七层 这一层有各式各样的怪物 而且可以把它们驯服成自己的宠物 不过 只有那些长得很像神奇宝贝的才能驯服 驯服的方式各种各样 击败怪物 增送道具 或者使用牵绊戒指都行 系统还提醒大家 在下一次的活动中 有宠物的玩家会更有优势 风和沙莉早就有了自己的宠物 所以把目标定成 活动开启前 让所有成员都获得宠物 风带着姐妹花两人寻找宠物 他们在森林发现了两只小熊 外表可爱 还能一人一只 三人立刻追了过去 然而熊跑得实在太快了 他们根本追不上 风找到一只讨药道具 就这样 三人直接变成兔女狼 还要再制作一瓶敏捷药水 于是 风就开始外出采集的工作了 他来到海边采集素材 不料 却被几只触手突然绑走 等他清醒时 发现自己已经在一处洞窟 而那些触手还不放过他 紧接着再次把风绑了 并把他给吞了 风就这样来到海底最深处 在被触手揉拎一番后 还被一口吃掉 风在章鱼的位里来了一刀 直接又被吐了出去缠住 风一吃还吃上瘾了 逮住章鱼就是一顿狂吃 然后用电机将其做熟 一顿海鲜自助吃了个饱 还获得新的技能 水底之腰 姐妹俩按捺不住 就先到森林里找小熊去了 小熊刚露出头来 两人就立刻追了过去 然而两只小熊突然绑了起来 原来是一只千年树精在作怪 姐妹花也被他绊倒 随后被树精一套秒掉 他们决定回去休息一下 再去报仇 霞在一只青蛙那里 接到了多重关卡任务 他连闯三关 暴杀小鬼军队 横扫绿色骷髅兵 最后击败小boss无头骑士 然而腰刀的副作用也出现了 让他直接变成小萝莉 只能回去中场休息 现在一间屋子有三个萝莉 依次觉得无比治愈 三只萝莉互相打气后 再次出击 霞终于抵达最后一关 首在此处的是一只巨型白蛇 霞一旦过去 就会被白蛇定住 而这白蛇似乎又是无敌的 他就觉得 应该还有别的通关办法 随后发现了白蛇身后的入口 虾直接和白蛇来了一场激烈赛跑 接着在空中释放炎爆 并顺着冲击滚进了神秘入口 他找到了一只可爱的小白蛇 然后将其收为专属宠物 姐妹花在森林中分头行动 让树精不知该优先打谁 随后 二人直接抡起重锤出击 一招就把树精秒掉 他们也成功喜提两只小熊 回到工会 一次还给小熊附上了专属配色 等风回来 众人都获得了宠物 然而众人一看 我去 风怎么变成这副偶心了 原来他吃了章鱼之后 也获得了章鱼的能力 姐妹花和霞都获得了宠物 风也搞到了新的能力 风在距离人类的路上越来越远 他决定借此在下一次活动中大显身手 其他成员也决定要去找宠物了 方向都是和自己职业相关的宠物 走的目标是一只超级史莱姆 他来到一处山洞 虽然有无数水晶迷惑 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那只史莱姆 下一秒 史莱姆竟然变成揍的模样 而且还用出揍的技能 于是两个揍开始了斗法 一通激烈的连招后 最终还是本体更胜一筹 揍将其收服后 又交付了他50多种技能 然后给史莱姆取名为凑 并让他变成第二个自己 这下真是战力翻倍 另一边 伊姆想找个适合工匠的宠物 于是他找到矮人工匠去接任务 想要借助精灵的力量 必须完成三道考验 将指定的三样道具强化到最高级 但这些材料特别难找 于是伊姆就去找了 风和蜜姨两人组队寻找素材 首先要去的是离城镇很远的火山口 风本想用出飞天王吧 但蜜姨却说 你那个太不美观了 接着召唤出一只金色不死鸟 三人就这样 骑着不死鸟飞向火山入口 在蜜姨的帮助下 他们很快便找到了火山的素材 伊姨收集的时候 他们两个负责打怪 这两人的火力一个比一个猛 愣是变成了军备竞赛 战斗结束后 伊姨递给两人药水作威胁礼 用后不仅蓝条回满 魔法的威力也上升了 蜜姨深感佩服 他从没有见过这么强大的妖水 果然大风鼠没有正常人 之后遇到了boss容颜龙 封剑状直接开启天使庇护和机械神形态 随后用触手把龙的嘴死死堵住 蜜姨乘着不死鸟飞上高空 随着一阵狂轰烂炸 熔岩龙终于变成了他们想要的材料 之后三人继续飞向下一处关卡去刷素材 这时克罗姆接了一个超长的支线任务 在探索过十处地点后 他终于抵达地下洞穴 干掉一大群怪物后 克罗姆来到一艘幽灵船上 克罗姆击败骷髅船长后 发现了一个宝箱 金币什么的都不重要 里面的戒指才是最强的法宝 克罗姆戴在手上 他的宠物就是幽灵铠甲 此时依子已经做完了任务 矮人带他来到了秘境 给他一枚戒指号 召唤出一只精灵作为宠物 现在是全员都集齐了宠物 克罗姆更是表演了一出铠甲合体 第二天 风和沙利正在工会吃零食 不料弗雷德利卡找上了门 他亮出了手中的戒指 声称这次一定能打败沙利 令人又开始了N加一次的对战 沙利完全不给对面召唤的机会 上来就放出影分身 一路连砍带顺劈 直接把弗雷德利卡打出鸡鸡 这么猛的攻势都给人打懵了 原来沙利害怕弗雷德利卡 召鬼吓唬他 结果是他想多了 对方招出来的只是一只可爱小鸡而已 就在此时 系统通知了第八次活动的内容 这次分为预赛和复赛 预赛是玩家的个人生存战 依照生存时间和打怪数量积累点数 复赛则是根据预赛点数 让前几名玩家决定去预 排名越高奖励就越好 活动开始前 风还想深入探索一下第七层 其实是为了观光风景 沙利想到一个好地方 两人直接享受了一波策马奔腾 随即开始了欢乐的二人世界 等到该走的时候 风却不见了 沙利走了半天 原来风变成毛球 被羊群顶着四处溜达呢 于是他就拉上沙利一起happy 不料这羊群突然加速 愣是给俩人拉到很远的湖边 这时乌龟跳进湖里一通芭蜡 静松里面掀起一块宝石 你看介绍说 是能开启某扇门的三把钥匙之一 两人就决定去寻找另外两把钥匙 把线索告诉周一号 周就把隐藏的地点都告诉了他们 两人先是来到古代树森林 在这儿遇上一只红色巨鸟 缝上来就是龟派气功 然后又用触手捆绑 加上炎爆烧烤 分分钟就把巨鸟变成了烤鸡 之后得到了第二把钥匙 绿宝石 两人紧接着前往最后的地点 这里的守护者是暴风巨石龙 他不讲武德 上来就丢了一堆炎石攻击 直接把风打飞出去 风也不做人了 开始乱甩光炮 靠着这招的后座力 风居然实现了空中漂浮 最后是沙利看准时机 在要害补上一道 将巨石龙击败 获得红色宝石 三把钥匙击齐 两人便前往一击之地 启动后 他们被传送到一处秘境 这里栖息着许多神奇生物 画风逐渐宝可梦起来 随后两人来到了神圣水坛 乌龟和狐狸泡在里面 直接发出金光 他们居然进化了 风赶紧把乌龟带到森林测试 结果龟派气功威力翻倍 还获得了群伤技能 这时炎帝之国的成员正好路过 还给风晒了晒他们的宠物 和他们分别后 风回到大风树 第八次活动马上开始 于是大家都带着宠物疯狂练击 预赛是生存战杀怪越多 点数越高 而且打倒某些怪物后 还会触发神秘的机制 开局全员被传送到不同地点 风迫不及待的要去寻找怪物 开场就发动捕食者 随后遇上一只恐龙 这真不知道谁才是怪物了 随后风是一路横走 不知道打死了多少怪物 在他们眼里 风才是怪物 刚一碰面就吓得拔腿就跑 而风的速度太慢根本追不上 他打开面板一看 身上居然多出来一大堆buff 其中一个的效果就是 怪物会远离他 风寻思都跑了 这还怎么杀怪物 索性他有欧皇体质 走了几步就发现一个奇怪的植物 他轻轻一车 就喷出诡异的子物 随后引来了一大群怪物 原来这是巨怪的陷阱 这可真是给风乐坏了 一通连轰就把怪给清光光 大风树的其他成员 也都站起把裙 四个喽啰盯上双抱他姐姐 结果上来就被黑熊一拳作飞 跑得快的捡了条命 跑得慢的就被一招秒掉 这时妹妹也赶了过来 打开地图发现 风已经被一群怪物包围 他们赶紧过去准备救场 然而 对不起看错了 是怪物被风包围了才对 救个毛钱 溜达溜达 另一边 伊兹向队员发送消息 让大家不要靠近他 原来他在森林中布下了一大堆爆弹 将其用魔法隐形后 又做了牵线 只要有人碰到 保准是粉身碎骨上西天 最后他给自己加上护盾 坐在树上吃挂看戏 一时间 整座森林四处爆炸 哀嚎不绝 克罗姆看到这一幕 无比庆幸自己看了伊兹的私信 接下来他也被两个石头人盯上 克罗姆直接铠甲合体 随后一招蓝火将其轰爆 瞎则是跟着白手战伤为王 看见有人过来 就直接控住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想打死过 直接拿命来 世人是鬼都在秀 只有小揍在挨揍 主要是他被敌人群殴 索性死的都是史莱姆翻身 本体还是安安无恙 此时 沙利正在一旁观战 原来蜜依和裴音打了起来 火焰鸟释放炎爆 洛奇亚释放龙之波动 两只宝可梦互相对拨 场面极其壮观 蜜依决定使出底牌 一招火焰漩涡直接炸裂 裴音勉强接下 他倒是不想这么早就使出绝招 就在两人准备再度交锋时 鳄鱼战车无敌横走 两人顿时没了对决的兴趣 决定改日再战 沙利过去问这是什么情况 风说他是被大鳄鱼偷袭吃了 无意中使出掌毛技能 结果外打正招就能操纵鳄鱼 现在不但跑得快 还能随意发射光炮 真是给沙利都看麻了 差不多得了 最终大风树名列前茅 全眼通过雨赛 一转眼就来到了复赛 大风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最高难度 复赛内容很简单 在保证生存的前提下 击败精英怪物 或者在隐藏物品中寻找隐蔽 大风树全员出击 刚进入地图就碰上两只怪物 风使出守护天使共享防御 等一丝加好buff后 乌龟一招龟派气功轰了过去 姐妹俩直接上重锤 然而这一通连招下来 怪物竟然还活着 侠和沙利也让宠物出手 在众人的连招之下 两只怪物终于被打垮 然而他们并没有掉银币 也就意味着 他们不过是小杂兵 看来最高难度真不是盖的 这样效率可不行 于是众人决定分成两对 高宫地坊的姐妹花和沙利 跟风一组 剩下的人为第二组 他们同时行动 来到一次有银币的地方 风一行先来到沼泽地 靠着一手飞天王八伸离过去 随后穿过地面来到地下深处 这时一个巨大的沼泽怪迎面扑来 姐妹花冲过去就是一顿锤 愣是把沼泽怪打成烂泥 然而这怪物并没死 而是反手抓住姐妹俩的脚 沙利立刻出手解救二人 风赶紧再用出飞天王八拉开距离 姐妹俩趁机掏出炸弹 对着怪物就是一通狂轰烂炸 足足炮轰半小时 沼泽怪终于顶不住挂了 他们晒鲜活的一枚银币 第二组则是来到一处森林 触碰应急后 他们被传送到了精英怪领域 结果突然有飞镖偷袭 克罗姆一朝挡下 树林秘籍 找不到敌人的踪影 一次就在森林里布满炸弹 一通一手就是爆炸后 最后放出圣光 找到了隐身的敌人 霞过去就是一套幻影剑物 最后由克罗姆收走人头 如此一来 大风树已经获得两枚银币 他们全体会合 找了一处洞窟作为据点 风在里面涂上毒液 又安置了一堆炸弹陷阱 一次做好室内设计 再加上一排大炮 保证叫怪物有来无回 最后在门口放上一个警示牌 好家伙 这是什么修罗场 随后怪物浪潮来袭 顿窟疯狂震动 风和沙利出去打探 怪物已经全军覆没 只留下了一滴素材 众人赶紧不好第二轮陷阱 不过下一波怪物降临 还要等很久 于是大风树内部 就玩起了抽鬼牌 策划们看了都快图起了 这愣是让风完成了塔防游戏 这可不行 于是策划也想出了对策 我直接用传送给你们都拆散了 地图和信息也给你关了 看你们会不会被淘汰 风被传送走以后 立马又想出了骚操作 他在自己身上绑满炸药 然后飞天引爆 这样队友一看就知道怎么集合了 然而他却引来了一个空中怪物 正好赶上风自爆的瞬间 这一下就给他上戏天 风正好落在蜜衣的火焰鸟背上 塞了风银城后 他给了风一张信标符 用这个就能确认位置 随后蜜衣继续去寻找自己的队友 牧师则是跟克罗姆肩并肩 好家伙奶妈配大肉 任他怪物再多也打不动 两人愣是撑到蜜衣赶来救援 克罗姆决定先跟着蜜衣一起行动 此时两个辅助被传送到了怪物们的地下城 他俩靠着隐身一路来到BOSS门口 马克思使出飞雷神之术 直接绕过小兵 把大炮怼在BOSS脸上 一通狂轰乱炸 瞬间把BOSS送回老家 这动静直接被蜜衣发现 正好接上两个出来的辅助 他们已经击败了BOSS 各拿了一枚银币 瑕此时正和欣恩联手 他全力干怕了一只大武功 随后腰刀诅咒发作 变成了一只小萝莉 看见蜜衣的火焰鸟 欣恩高挥手臂 想要把同伴招来 瑕却很担心这副模样被人看到 不料 欣恩直接将它抱起来 然后放在自己的肩上 一时间让侠不知所措 不是冤家不剧头 沙莉则是跟着弗雷德 丽卡传送到了一起 两人并肩作战 对付来奇的怪物 他们决定去寻找 高宫低防的同伴 此时 瑕卧正在保护脆皮姐妹花 他俩猫在树洞里 自己跟培音队的坦克 在外面防御 就这样一直等到沙莉赶来 随后 培音也及时赶到 就这样几方人会合到一起 但他们目前都没有据点 这时 沙莉提议 让所有幸存者联合起来 一同在大风数的据点预敌 就这样 三大工会顺利联手 共同建造这个据点 将其化为最强的 全玩家大本营 这真是给策划都看傻眼了 这么多玩家要是都通关了 那他们又得加班调整游戏了 策划只好派出 更高强度的怪物 然而 两大会长亲自出动 一通烈焰配闪电 怪物们就在光之洪流中 灰飞烟灭 威力打到 摄影机都被打坏了 首战告结后 风提议大家重新匹配分队 按照各自属性适配度 分成四个大组 今晚就要外出 去把银币拿个痛快 闲鱼玩家则留下来看家 他们连起手来 一同应战 袭击据点的怪物们 姐妹花一组成功抵达湖底 先是凭借马克斯的隐身术 展开探索 然而 这里的鱼全部都是怪物 它们的数量太多 硬创就是自寻死路 绝德健壮 赶紧召唤魔宠 展开暗影领域潜入地下 成功避免了一场战斗 随后 一扇大门一入眼帘 里面的boss 是只会放电的飞鲶鱼 见面就放出十万斧腾 马克斯用土盾阻挡 绝德随即制定战术 由他寻找破绽 让姐妹花看准时机输出 它使出锋刃 吸引鲶鱼的注意 随后 核弹姐妹用锤子 寄出炸弹不断攻击 这招特制爆弹可太强了 完美弥补了手短的缺陷 把鲶鱼揍得落花流水 最后补上一招双重打击 不料 对肥鲶鱼这样还没死 凭借血皮之力 勒电暴走 马克斯丢出飞刀 远程释放土盾土流壁 最多就能支撑30秒的时间 绝德看准时机 主动出击 使出超加速后再次加速 快如一道闪电 随后放出二连斩 成功把boss送上西天 终局在即 第一组成员顺利获得了银币 培银一行人也来到了高难关卡 他们遇上的boss是一本魔术 而且还能召唤其他魔术 同时释放魔法 培银根本不需 一发光炮对了过去 在队友的buff下 培银势不可当 一发光炮将其打爆 由于赢得太过随意 几人决定再去刷刷下一个关卡 狭所在的小队也配合的天衣无缝 他先是让白蛇形成保护阵作为据点 随后让新恩把剑分裂出去做探测器 就这样一行人成功摸索到了敌人据点 新恩又把剑当做踏板 让大家顺利来到boss门前 boss是巨蛇还有巨蝎 并且带了一众毒虫小弟 然而这俩boss中看不中用 在狭等人的配合下 一套组合拳就干掉了 再来是风那一边 他们一路狂轰滥炸开路 风更是提议用机械神形态飞过去 这飞行实在太硬核 都给蜜依下虚脱了 三人来到boss房间 只见从蛋里爬出一只异形 风一看 这不是超我技能 直接变身异形魔龙 两只怪物直接对起了嘴炮 谁也不让谁 不过这怪物确实有两下子 随后愣是打崩了风的异形形态 大家决定联合进攻 让魔宠一同释放技能 在合击绝技下 怪物最终还是难逃一死 随后众人都回到据点庆祝胜利 大家的银币都收集够了 接下来只要活到最后 就能拿全奖励了 但是策划岂能让你们如意 直接派出大批异形攻击 一旦风的据点被包围就麻烦了 所以大家决定一致出击来对付敌人 三大工会一同飞上天空 寻找一处高地作为最后的经手点 他们在这里设置好陷阱 做足决战的准备 随后一道紫光重天而起 大家都一脸疑惑 从里面走出一只白米高的终极异形 众人是倍感压力 这玩意儿怎么打 而后异形一声怒吼 竟然召唤了陨石流星雨 风直接开启天使模式 用神盾将其阻挡 一场合抱过后 众人安然无恙 不过刚才已经是极限阻挡 再来一发 风可能就挡不住了 异形紧接着又放出破坏死光横扫战场 一时间大批玩家灰飞烟灭 风提议去协助普通玩家 众人虽然有些犹豫 但随即都同意了 这次毕竟不是玩家和玩家的战斗 应该携手护住 越多玩家活下来 怪物的注意也就越分散 迷音和裴音决定去消灭小怪 大风数则是取牵引之巨大异形 就在三个普通玩家要被踩死之时 一发龟派气功怼到了异形身上 回头一看 我去飞天王吧 风赶紧让乌龟降落到地面 他们乘坐小白 一路尾随巨大异形 商量一番后 决定分头削减异形的卸条 风当即变身异形魔龙 沙利使出幻影世界分出五个分身 奏也用幻影世界再来一套 愣是凑出了一个异形兵团 他们集体出击 抱住巨大异形的腿就开始乱啃 众人紧接着跟上 姐妹花负责输出 科罗姆则是用架盾阻挡巨大异形的光炮 血条不够了 再斩回来 在姐妹花的重锤之下 巨大异形也终于跪下 在大家的围殴之下 异形的另一条腿一垮了 然而 巨大异形也不是吃素的 他再次积蓄能量 最后射出无数道能量射线 扫荡分身 风不过被擦了一下 就从魔龙形态变了回来 随即 异形又召唤陨石袭来 奏集时放出魔法 把众人化作火焰等离子体 愣是无伤回避了陨石攻击 在众人的合力攻击下 巨大异形竟然打不过就跑了 然而 他没察觉到 沙利和风还趴在他的背上 风直接用光炮 轰穿异形的翅膀 想让他从空中掉落 沙利也同时出手帮忙 在两人的配合下 巨大异形总算是摔了下来 可异形的攻击却瞄准了沙利 风二话不说 冲过去阻挡光炮 这招愣是打碎了机械神形态 不过两人也保全了性命 此时 蜜姨和佩音也赶来支援 工会成员随之展开全面进攻 大家毫无保留的释放技能 能输出的输出 能打空的打空 技能全部扔到脸上 连闲鱼玩家们也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力 中场休息后 逢再次变身机械神 现在是三大工会长大战终极异形 佩音和蜜姨使出合击绝技 随后飞天王八放出规派气功 巨大异形此时争吐控制 反手就给风一耳光 这一下 竟然差点把风打死 异形还想继续补刀 眼看风就要挡不住了 沙利剑状 凭上最后的一顶蓝条 踏空而行 给风递生了血药 这一下 风却有了底气 在大家的声援之下 风直接能量爆发 凭一手规派气功 反向冲击飞向异形 然后使出招牌技能 暴石将其轰穿 沙利即时救场 而后巨大异形终于灰飞烟灭 大家终于迎来了胜利的黎明 策划们此刻的心情是崩溃的 活下来这么多玩家 他们又要拼命加班修改数据才行 不过主管是想通了 看到玩家露出笑容 他也发自内心感到喜悦 并表示要向老板提议 给大家多发奖金 大家一听有钱拿 顿时都乐风了 然而这不过是画了张大饼 老板同不同意 还是一回事呢 好了 对娘第二季到此就结束了 大风书的名气 做得越来越大 同时也有新的敌人 盯上了他们 接下来 风又会和怎样的人交战呢 观众馆姐 我们第三季再见吧